观众朋友大家好,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6月19号星期一的大台中新闻 大理工业区厂商众多,创造不少经济价值 不过临近道路电线感凌厉,除了不美观 也可能因为台风的强风吹坏电线造成停电 影响工厂设备运作 为了提升大理工业区用电品质和街道景观 在立委核心纯真取下 台电决定在工业路、凤凰路等周边路段 将电缆下地,希望赶在年底前能够完工 来到大理工业区街道,电线感凌厉 上头挂满电缆及变电箱等设备 除了景观不美丽,也有可能在台风来临时 强风吹坏电线,造成停电危机 不要说景观,景观方面也是影响很大 又有电缆线,又有第四台的线 所以我们很乐见说能够地下化 如果我们刚入逢胎,今天一些电缆地下化是很好的 都很安全的 一些小孩,我们这里有光臣国中 凤凰路这,一些白质问题都很大 当然地下化的英公主,我们这里的小孩 大家要上班,要上班,要上班,要上班什么 安全问题,很好的 地方表示大理工业区厂商众多,创造不少经济价值 不过周遭街道,长期以来存在 淹水和高空电缆杂乱问题 目前淹水问题在下水道陆续完成之后 已经大幅改善 因此希望台电能够尽快进行电缆下地 经过立委何欣纯争取 台电允诺进行电缆下地工程 我想以后会是一个智慧电网的时代 我们希望电缆下地之后,能够在防灾 还有在整个管理,还有未来维修方面 都会大大的提升用电的稳定度 我们现在已经规划好了 然后在7月就会设计好 设计好后就会直接交由我们 年度的承软商来施工 例如来优先来施工 来改善这边的供电品质 这次电缆下地工程范围 包括工业路、凤凰路和人化路等环状路段 全长约2公里 经费约2000多万 预计今年7月底完成设计 8月发包动工 希望能够赶在年底之前完工 提升当地的用电品质 记得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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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